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经济主管部门20号公布数据显示 9月台湾地区外销订单金额为514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15.6% 连续13个月呈现负增长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因全球需求疲软 冲击台湾地区外销贸易 台经济主管部门20号公布的 9月台湾地区外销订单金额为514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15.6% 连续13个月呈现负增长 今年前9个月累计外销订单为4137.3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18.7% 进一步观察主要货品类别 又以资讯通信产品年减幅度最大 资讯通信产品的订单金额是164.5亿美元 较上年同月是减了19.2% 主要是因为受到全球通膨还有升息的影响 终端需求不振 以至于像包括了笔电啊 手机啊 网通产品等的接单减少 数据显示 岛内资讯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 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19.2% 及16.7% 机械 基本金属塑像胶制品及化学品订单 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19.1% 14.1% 12.8% 及10.1% 有岛内财经专家表示 岛内外销订单减少 首当其冲的就是出口业从业人员 将面临被迫放无薪价的状况 放无薪价的可能性 我觉得也相当的高 目前看起来是一些传统产业比较严重一点 岛内财经专家分析 目前岛内还处于通货膨胀阶段 物价涨 薪水没有跟着涨 岛内民众要做好 捏紧荷包过日子的准备